1976年 我们在陕西宝基凤翔 发掘了一座秦国时期君主的墓葬 这座墓葬 是目前我国发现最大的单体墓葬 大墓呈中之形 拥有东西两条墓道 总长度300米 南北墓道宽 42.5米 深度25米 整座墓葬的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 经过考古发掘 在墓葬内 人训的数量是186句 最让人感到震撼的是 每一具石骨都成惊恐状 屈膝而障 整座墓葬还发现了247个倒洞 但是依然出土了3500多件文物 在墓葬里 发现倒洞不奇怪 但是发现247个倒洞 在我国考古历史上 还是首次 这个叫石庆 是古代的一种乐器 我们根据出土的石庆 上面刻的名文 来判断 墓主人 是秦国第十四代君子 秦景宫 这个就是 景宫大墓的活肠提臭 这一根木头 是300公斤 总共出口了多少根呢 650多根 景区为了方便游客参观 也复制一套 黄肠提臭 那么接下来啊 大龙就带你们进去 看一看 咱们现在下去看看啊 带你们走进果室内 感受一下 每一个都是笋头 游损吴某 那个时候某还没出现呢 下去啊 这个位置啊 是以前这个果室 盗洞的位置 我们现在做成一个门 这就是黄肠提臭的内部啊 大家看一下 属于一室一厅 在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坑 这里边当时咱们考古 发现呢 是狗的骨头 著名是狗训 狗属于洋物 以弊不祥 76年到86年 我们整整发掘了十年 有十多个盗洞啊 打穿了这个黄肠提臭的果实 虽然出土了3500多件文物 但大多数啊 都是盗墓贼遗弃的 景区啊 在位时间 长达四十多年 如此奢华的果具啊 在春秋时期 说明当时秦国啊 根本不把周天子 放在眼里 当时在果室外啊 还有两个墓碑 这两个墓碑 也是中国墓葬史上 最早的墓碑食物